知名的劇场演员魏海敏还有吴新国 曾经在1993年 把古希腊的悲剧人物 也就是米蒂亚的故事 改编成了舞台剧《楼兰女》 造成了极大的话题 28年过去了 如今重返舞台 日前是在佛陀祭奠馆 向义工们来讲述这部剧作的创作历程 但是因为希腊背景太不一样了 这部希腊悲剧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大悲剧 爱情的感美 叫我 忍受了 《楼兰女》改编自著名的 古希腊悲剧故事《米蒂亚》 创新结合东西方元素 《楼兰女》既然是部悲剧 为何可以传世千年 究竟魅力何在 其实悲剧就是特别能够让人感受到疗愈 特别能够让人感觉到这个净化 因为如果说都是Happy Ending的话 那就没有痛苦存在了 在佛馆义工陪伏日这天 魏台铭与导演林秀伟讲解《楼兰女》这部经典剧作的创作缘起 虽然是悲剧 却也从中给人希望 我们今天来这个佛光山来跟大家来讲述我们怎么样来排这出戏 那么因为我刚刚讲了它是在1993年就已经推出了 那么在28年前一个很新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就推出了这么前卫的一个作品 《楼兰女》目前巡演全台湾即将在高雄卫武营上演 时隔28年服装道具声光音效等等技术都已提升许多 经典再进化希望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动 人经卫视五庸曲高雄采访报导